剛剛委員的一席話,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有反對,完全空白授權 這個空白授權 就是說完全沒有解釋,沒有資源 也就是說,行政可以任行歧視 他剛才講到,中國生意人口裡面有只有23個部會 主委,美國有幾個部會 美國有幾個部會 美國應該是15個部會吧 美國有13個部會 對不起 美國這麼龐大 世界警察 他國力這麼強盛 他處理的事情這麼緩雜 他的13個部會 我們搞29個 美國是13個部會 美國是13個部會 然後參眾兩岸是 同樣13個委會 這樣對口 我們將來 整個政府再造以後 今天就說改了以後 委員會全部要調整了 要相對的調整 我們現在 將來多少同步要修很多東西啊 所以這個是 牽引法 動前生的東西啊 那整天啊 第一次 他要委員會也 擋 擋 看什麼 哪一個委員會 要變成幾個委員會 那將來委員組織法還要再修了 所以這個是千休萬事的事情啊 做到這個位置 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有這種基本的使命感 今天不管政黨怎麼輪替 2012民進黨重管執政 也是一樣 政府的競爭力永遠要保持著 公務人員的水準要提升 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講一個很荒謬的故事給你聽 很荒謬的故事 買酒 在去年這個法案 連總委員會還沒送進來 這個行政組織還送進來以後 現期在上個會期要完成 他在520的時候會講 要完成政府再造 立委員要現期完成 第一個 總統的手公然伸來立委員來 本期在當民黨總召 過去八年中間 持平二分 阿扁從來沒有一次敢跟我講說 哭 跟總召 哪有反啊 什麼時候要完成 他從來沒有敢跟我講過這個 從來不敢 守正當立委員來 他說非常尊重黨團的決定 馬英九 我們國家也所 現期在上會期 就把這個 整個政府再造完成 無個法 連 他連總委員會都還沒送進來 他都講這種話 你可以講到這個國家 到底怎麼辦 難怪人家說馬英九無能 蠻憨 他要當立法院當作 當作 他能夠指揮的部隊 你可以指揮國民黨黨團 所以上會期為什麼 我很抱歉 就當潘偉剛 當 施法法治委員會招委說 我聲明第一次在立法院執行 我拍桌子 你要回家 因為 我反對 強行通過 好 這個話 北區的行通過 絕對不可能去拍桌子 18年來 我第一次在立法院拍桌子 反正 那主題拍 黑色的 抖一下 那時候整個 非常非常亂 我們就是不讓他 這樣胡倫村早 完全沒有經過討論的通過 而且連總委員會都還沒送進來 司法院對總委員會都有意見的時候 都還沒有 兩 兩院都還沒有辦法 巧合學 馬英九就說要通過 包括集合法也是一樣 很多 立法院現在我們的處境是何其艱難 何其不信 馬英九即將就任黨主席的 他要求什麼 立法院就要配合嗎 立法院就要照他的配合 立法院可以關門 國家也差不多可以先到 國家差不多可以倒下 我們現在現狀是很多這種總統 這種總統在指揮立法院 這個總統在指揮性內院 然後所有人都不敢有意見 你當主委應該要 現在硬一點 這個總統還不可以 法律是這樣修正的嗎 委員 我想你剛剛提到了一些問題的關鍵 包括這個世界各國的一些組織 再造跟他本身的組織的一個機構 其實考量到了 像你剛剛提到美國13個 其實他還有很多委員會跟中央二級 他total加起來大概是79個不同的部會機關 當然我們的這個情況就是說 您提到的一些精神跟理念 對於主改這些部分 我在某一些程度上面 我都覺得值得我們去行事 尤其在許多空白授權這部分 我也覺得我們其實可以在這裡面 來做一個審慎的思考 但是對於相關其他部會有關 試涉到其他部會有關的一些思考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這法案當中 也應該保留一些若干程度的 一些彈性其實也是國家 施政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本質 若干程度的彈性就是36條 的第一項而已 那個是若干程度的彈性 國家重大危機或是特殊災害的時候 特殊情況的時候 有若干程度的彈性就是36條第一項 如果把這個加力到第二項 其實只是它的設立更加的明確 它可以讓它更加明確 像這些部分 考試院考試委員 他們也有若干這樣的一個建議 你終究一定要面對我們要幾個部會 要幾個委員會 委員會的功能和部會功能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剛剛在 整個政府在照的時候 行政會變成怎樣的樣態 我贊成行政院是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院 剛剛協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部分也已經回應到這些問題 那剛好那時候你剛好不在現場 剛才我已經談到整個框架和邏輯的問題 這框架和邏輯的問題 就是上禮拜我們在這裡請教過 人事行政局的吳局長 到底 先要有總恩惠法 還是要有基準法 還是組織法 暫行調異 這個順序 要怎麼邏輯的編排 這是很重要 上禮拜 人事行政局吳局長在這裡 這個地方講 總恩惠法是細胞 是肌肉 所以一定要框架出來 你這個框架最基本就是 這個就是基準法 基準法沒有定下來定 你這樣行政組織法怎麼定嗎 你這樣行政組織法 行政組織法在一頂頂頂 這樣消除來勢理 然後呢 言而 言而上也是一樣 言而沒有金錢反而增加 這是哪門子的改造啊 是不是這樣 我今天不願期懷的 在這裡談 師傅老師 我是有非常冷門的委員會 今天所有人都到 九州大禮堂 包括台湘的預算 那本心 為什麼在這裡一直跟你講 在整個 框架 邏輯的鋪排 以及從屬的關係 隨時整個的關聯度 這個故事到底是怎麼樣 要有一個很清楚 而且很堅定的東西出來 不是說黨都有彈性 所謂彈性就是 現在我們談了36條 給你第一項那種彈性就可以了 國家 碰到真的中大危機的時候 政治狀況的時候 當然要有彈性啊 這每一個人都會 每一個人都會 體會的 但是這個彈性 不是幾乎整個的部會也有彈性 黨都用彈性 人都沒關係 人都用彈性 都先把5%都在這裡講 要主持再到人權經典 所有的人權先加5%再來談 先膨脹再來講 那馬英九說這個法在上會期就要通過 我為這個法跟林醫師協強多久 甚至我反對林醫師會 來處理這個法案 我不希望就是說 全部用在立法院 雖然民進黨真的要有幾期 該堅持的東西我不希望 用一個強行保障的 的構成讓他通過 因為這都沒有政治性的 林醫院總來 他說一年這個政 也是要做到的 主委 這個法 我還是再講一下 你要開始思考 你的老闆 的老闆 那個人頭髮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國家的危機 好 那個第三次